高雄一间美式卖场的停车场 日前爆发了一起口角冲突 原来民众不满驾驶 无故的占用孕妇育儿专用车位 双方就发现了争执 但火爆场面也被路人给拍下来 据了解 这个孕妇育儿专用车位 主要是提供驾驶人有再送孕妇 或者是6岁以下儿童的车辆来停放的 如果违规占用 最高是会开罚1200元 停车场内只见一名男子和灰衣女子 互相叫嚣互骂 双方宁言我一语谁也不让谁 场面超火爆眼看冲突越演越烈 一旁红衣女子赶紧上前置之 尽管男子被拉开 但持续出言叫嚣 咽嚣味十足 火爆场面发生在这个月4号 高雄前证区的某街美食卖场 当时男子会气呼呼 疑似不满女子 无辜占用孕妇育儿专用车位 因为他认为对方没有载小孩 也无相关识别证明 双方这才爆发狗角 据了解孕妇育儿专用车位 主要是提供给再送孕妇 或6岁以下儿童的车辆停放 如果违规占据 最高可罚1200元 请民众如果发现类似的状况 那可以向交据反映 就会请违规人来陈述事实 那如果查证属实 我们就依规定来做处罚 美食卖场假日车位 一位难求 呼吁驾驶人 别因为贪图方便 违规占用爱行车位 记者陈怡日 王超巡高雄采访报道 最后